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OK 回来了 刚才你说日经怎样 日经去到34,000 如果期货 当然Investing.com报价是2000多点 但实际上 跟今天下午的 日经收市价大约跌了1000多点 又1000多点 今天跌了2200 今个星期初是1000 接着是2000 再跌了1000就是4000 其实4000-5000很湿碎 过眼云烟 是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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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不少东西啊 一直加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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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就看看 都要令油价升的 就算不升多都好 起码不会跌 但是 为什么油价在 定完政治升温的情况之下 都要跌 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 经济衰退 是 所以 其实 基本上 美国经济衰退 一直都没有改善过 但是 被 大威尔的言论 官员的言论呢 就一直洗了你们的脑 令你觉得 美国经济是很强劲 但是实际上 就 外强中江 根本就是 金玉其外 大水其中 千瘡百孔 那所以呢 其实 基本上 你要了解了 你好像我们这样 一直分析着美国实体经济 是真的不行的时间 那么我们起码在投资策略上 预料了 就是 这阵美股的升 是背驰的 这样的时间 第一 不要参与 第二 就是 抠个好位 来沽咎他 那么 结果 都是中了 就算 OK 你没有加码也好 起码来说 你的货底 都是 保住你的命 先 好 那么 在这个时间 外围的经济衰退的担忧 就越来越多了 是啊 到真的经济衰退的时候呢 我不知道到时所有的指数 会去到什么位置 是 就是到时确认经济衰退的时候 是啊 当然 确认经济衰退呢 还有些板斧可以拖延的 但是我估计呢 都不会过到10月 11月的了 那这个呢 就是 可以说是 不争的事实来的了 那就是差不多是 重复回2008年 最近我们的印象就是 当时又是美国总统管界 但是股市倒下了 是啊 是啊 所以 谁说大选年股市倒下了呢 是不是呢 2000年科网股都是这样的 是啊 其实有人做过统计的了 比如好像我 星期三和JP做过 Seminar 那卡网股市倒下了呢 那卡网就做了一个比较的 就是 根本过去的情况呢 大选年呢 升 定大选年 跌呢 根本就是一半半 50几个percent 对40几个percent 但是两个特殊例子就是2000年和2008年 是啊 是啊 这两个都是美国总统管界 所以所以呢 谁说大选年不会跌的 很多人就觉得是 咦 如果总统想连任一定会 股市是一片很厉害的 浪漫了 我的逻辑就是说 想连任的总统一定是想到股市涨 如果没有其他任何特别的事情的时间 可以做到操控股市的 但是同样地呢 就是说 在野派就是想堆倒总统 自己当选的话呢 那一帮呢就一定是希望股市跌的 那么今年就更加特别 是啊 就是贺锦丽假设有机会当选 他都不介意现在股市跌着 是啊 因为所有东西 重新再洗牌 再来过 大家都有好处 是啊 那到底到时 你猜 去到11月 总统大选的时候 道指是什么字头呢 还是不是三字头呢 我想不会的 应该 二字头吧 也有吧 应该呢 如果你保守一些 就是三边 三字边 三万边 三万一 三万 那样 不会下转 或者会 2万9 吧 这个阶段 应该呢 这个就是第一站的 但是这个第一站呢 不是 现在 8月 我觉得8月到 应该来说 大约是3万5 3万6左右 但是你说真正要 转大马转二字头 应该就是 10月11月的了 好 这个就是看着的剧本 看着剧情的发展 有人就记得了 我曾经说过纳指最终会穿1万 去到7000、8000那些位 这件事未来一两年 会不会发生呢 有什么因素会跌到这样的位置呢 因素就一直存在着 差在被人扭曲了 所以就上到这么高的 那我也都觉得 不用一两年 可能10月那阵 那如果是 都是一个大胆一点的 担心 如果这次特朗普再输的话 那有人就说了 美元大跌 商品货币升不起 你记住 现在的美汇指数 还没大跌 所以 商品货币还没升不起 也是正常的 来来去去 102、103、104 现在的美汇就穿了104 下到103而已 那你之前有多高啊 之前105 但是又去到低位没有呢 又没有啊 根本就没有大跌 没有大跌 那又何来商品货币升呢 那有时有些东西呢 你要看 不是说看眼前 升跌那一刻 而是看回整个趋势 比如说 过去那三个月 过去那半年 究竟在什么位置 最简单是看日子就知道了 是啊 就是你日子在过往 直至到6月那时候 大家看到它不停地跌下去 就是日本央行在4月29日干预完之后 然后日子又再约一次下去 但是今天觉得日子 也是不会升的 是啊 接着你7月一升起来 就完全报仇地升回了 不是就是了 要升的时间 就失机无神就离了 你想想五六月那时候 日子仍然在跌的时候 大家觉得日子也是费的 那时候就觉得日子 就有机会穿160之后 下一站是175的 很多人说 175也好 170也好 165也好 是啊 都很多这些市场的声音 但是你一个7月 华丽转身 就已经回到今年三月的位置了 那就是了 所以 所以不要看它 现在未升不等于 以后不会升 反而Workshop 就说了 逐步买定一些商品 就没死 这个对了 这个是正确 不过 亦都是 无需要一次过可以买的 逐步逐步去 审下审下就要买了 我只是想说 如果真是这次特朗普 又输给何锦丽的话 你猜美国又会不会翻版 当日国会山庄事件 真的不知道 这件事是大家没想过的 就算给何锦丽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是可以赢了特朗普之后 特朗普的粉丽又会不会重复一次国会山庄事件呢 这些真的是 灰腥牛来的 是啊 H.T.Low 就说了 已经升到2400 还想 如何 意思是 現在已經是2,400了 還想怎樣 金嗎? 是的 金 還想怎樣 接著下一步就是2,500 、2,600 接著3,000 I love you 3,000 看看香港這邊的恆子 恆子的圖就是大家看過 其實跌幅 如果你相信是有個無形之手 在幫助我們把之前的東西 為我們香港人好 為香港的投資者好 將它拉下來一點 讓大家不用那麼高跌下來 假設如果這一浪 升到5月的時候 破了2萬 合理大家覺得 2萬2或者2萬1不是沒機會見的 還有港股的估值也是算便宜的 如果在那裏跌下來 那就會痛了 會痛一點 還有在那時候會多人追貨 都不夠 你說港股要勁呀 什麼都沒有3萬 如果3萬打下來就痛了 真的痛了 2萬8都有人痛了 2萬8就 是的 其實整個部署 是很明顯的 真的很明顯的 你不要主觀戴有色眼鏡 覺得 美股升的時間 我們都不升的 三中全會沒有了道 用這些言論去 去批評 但是如果是預計到有個 大家經常都是在錢錢錢 都要說 如果外圍真的會大塌 我們港股 怎樣才是 安全一點的位置呢 是的 所以留意著 整個局勢 還有 起碼一兩個星期的震盪 這個震盪 可能 跌到一些關鍵的位置 就會有反彈 這個反彈會不會很強勁 一定不會 但是始終都會彈的 嗯 我想問一下 比特幣 不如看一看 他有沒有 跟著 跌下來 跌多了 因為 比特幣 也是 做KVTrade的 因素 資金是有流入 去比特幣 做的 所以 比特幣 要調是正常的 但是當然 究竟 會 什麼時候死呢 這個你 等下 但是 總之 逐步逐步向下破位 就是這樣 咦 可不可以看VX VX上升了 23 最近見過 現在22點多 VIX 23 咦 你這個不是 是啊 S&P的 這個 不是 VIX VIX現在是23 23 但是 你打VX的 但是其實 之前是18 9 是啊 這個VX 所以打VX 拉長一點來看 多看長一點的時間 其實現在 VIX 已經是 升到 近 這年的高位 是啊 是很快的 總之 美股一大跌 那一下 是很快的 那你最好看 在COVID 2020年的 VIX 那時候可以抽到 是 是的 就算現在說 升到23 都不是很高的 是啊 那時候是可以去到 金融海嘯的 是2020年的 是COVID那次 COVID那次 60多 是的 這個震盪 現在 現在說我們的震盪 為什麼大師說 前賽 就是VIX 都沒有去到60 是 都是前賽的 是的 如果是另一個的高位 大概是 在30 樓上 2022年 是的 現在也不是很厲害的 VIX 比起之前的低位 是回到上來 當然 這個VIX 只是量度的波幅而已 現在美股那麼大波動 當然是VIX上了 再上的機會 有 但是 一定要等很震撼性的 的 因素出現 好 我們 買定花生 買定花生 或者做定淡倉 中秋之前會不會完完所有東西呢 中秋啊 就是你說調整完 是啊 9月17日 剛剛也是日本央行意識的那些日子 其實那些在中秋前 中秋後 其實那些意識也都完畢了 我們用中國人呢 用中國力法呢 讓大家可以更加 古形 應該這樣說 其實很多東西 紛紛的 真的未必要等到央行做事 央行做事呢 或者 到那個時候呢 反而是要反走勢的 嗯 但是 現在時間上早了 還有 就是 坦白說 那個走勢的 的 路程又 未夠 足夠 是 其實 開始 你說 要估計要跌到多少 其實最多人問呢 這兩天呢 就是說 美股要跌到多少 港股要跌到多少 說真的 我現在說 是未夠總成度的 一定是去到 差不多接近 轉角的時間 有信號 有 有因素 開始看到的時間 才會 可以 掌握 究竟回頭的時間 好 所以 不要太早問了 好 到底恆生跌到沒有呢 先看看恆生的圖 恆生大大鑊 這兩天穿回90元 但是如果PB來計 都是一倍以上 是 匯豐要是 PB一倍 要70元才是 是 當日呢 就是星期三 穿回業績 匯豐頂上 接近70 但是恆生自己走下來 接著星期四星期五這兩天 兩天都穿過90 是的 有些人說 穿90之後又上回來 那就打算反彈了 不要了 我覺得 我現在 我一直跟大家說 不要碰恆生 其實等於 幾年前 跟大家說 一直不要碰恆大 其實背後有很多的因素 導致到 是有風險的 如果是有因素 而導致到風險 而這些因素 現在未發揮出來 未發揮出來的話 那通常呢 我就一定不會碰那隻股票 是 老實說 就是 匯豐我看不好 恆生我都看不好 但是兩者選其一的話呢 我就不選恆生 以前呢 恆生給人感覺是穩陣 我為什麼不選恆生呢 第一 一件事 他沒有說是送財神月曆 當然 這個財神海報是農曆新年很受歡迎的 其實呢 最主要的一件事 我想就是 比較了由幾年前開始 兩者做生意的手法 以往恆生是保守的 還有給人的感覺呢 就是 安全的 那因為這個呢 就是李國偉時代 何善恆時代呢 他們經歷過1950年的時間 那時候擠提事件呢 令到恆生就失去了一個 控制權 是 所以呢 之後呢 政策上呢 是趨勇保守 但是自從 李國偉退休之後呢 恆生就換了 由匯豐委派的CEO 來做 監管 做領導 這樣呢 很多時候呢 就因為匯豐會逼恆生交數 所以無形中呢 形成了 恆生的做法呢 就變了過份進取了 有target了 因為 要交數嘛 好了 這次 就是說在過去十幾年 由政府出辣招開始 限制銀行的 按揭乘數 諸如此類的問題 但是 我曾經告訴過給大家聽 很多銀行都繞過金管局的 限制 措施 做一些技術上的犯規 是 而導致到呢 就 過份進取 這個 如果去跟足 金管局的指引 做足防範的話呢 應該 那些銀行呢 就不會有大問題的 但是如果去 用很多方法 這個是普遍 在銀行界 的做法 這樣 繞過金管局 去 抵抗了 辣招的限制 而做下去的 樓宇按揭 就無形中 風險很大了 我只可以說到 說到這裡 因為我所知道的 當然不止那麼簡單 你看我都現場觀衆了 是的 所以呢 我也都是 只可以說 普遍銀行業的 生存的空間 或者做生意的手法 在那段時間 就 是有一些的 技術性的 不可以說犯規 是走納的地方 而這些走納的地方 無形中就變了 令到他們 exposure to risk 是很大了 就是 面對的風險就很大了 樓宇沒有問題 就一定沒有問題 但是樓宇有問題的時間 就很大問題了 很大問題的話 假設性問題先 因為在恆生CEO講話之前 今天找了一段影片 可以給大家看 如果假設我們當恆生跌到82元 或者81.8 剛剛就是 帳面值現在81.8 PB去回1 是 那麼這個直撥率又高不高呢 不高 也不高 不高 喂 大哥你PB是1 現在來人PB是0.4 0.5 那你說 我要撥的都是撥來人啦 還撥你恆生做甚麼 明白 那就再看一隻本地銀行股 23號 這隻PB只有0.26 是 市賬率 即是市賬率 就是用股價 做份子 每股的賬面值 就是做這個份母 每股的賬面值 根據經濟通 大概37元 每股的股價 今天就只剩下9.67元 是 PB只有0.26元 比內銀還低 是啊 都是不要撥的 我只是舉例子給大家看 香港的銀行 有些可以PB0.26元也有 當然 東亞其實是封眼來的 據於封眼中 因為最主要東亞 其實是做內保外貸 大陸的貸款 是應該很進取的 所以 如無意外 都是好東西的 那先看看渣打 渣打國際性銀行 匯豐的PB是0.9多的 接近1的 如果是70元的話 這個PB大概是0.55的 是 國際銀行也是0.5 當然 它有中東業務的 那究竟中東業務 現在的環境是怎樣 我暫時看 就不會太差 但是 亦都是 增長有限 是 但是當然 另一半就是香港業務 總之 所以不是 我一直都跟大家說 香港的銀行業 香港的地產業 根本就不能碰 是 中銀香港現在22.3 PB大概是0.7 是 現在 反過來說 恆生還在一樓上 你隨便跌到0.7 是 渣打0.2 不是渣打 東亞0.2 是啊 這是目標價來的 是啊 如果 如果 0.7 87 五字頭 560元 如果0.7 PB 是啊 0.2 820 不是20 如果0.2 PB 那又不可以直接 這樣 就是 估到就是 最多風險就是這樣 但是你落到 說真的 落到五六十元 也挺恐怖的 挺恐怖的 是啊 如果他落到五六十元 每封是只剩多少錢 20元 好 那我們聽聽 CEO 說些什麼 先 因為在星期三 出業職的時候 大家看到 在大數 就沒什麼事 因為 在盈利方面 順利也有接近九十九億 增長雖然不夠百分之一 仍然維持派中期息 過疑 即是以往看到 要是數字撕不到 要是扣派息 才會令股價大跌 是啊 但是為什麼 盈利 增長沒有 派息又保持得到 為什麼也要跌呢 就可能跟以下講這段說話 有些關係 On the floor with me Executive Director 和Chief Executive 上市民機構 要不要納利 停 which has gone through many cycles and proven to be resilient over many years. Cash flow pressures for some of our Hong Kong CRE borrowers have increased with a rise in interest rates. Our non-performing loans ratio increased to 5.32%. However, collateral levels remain very strong with two-thirds of the portfolio secured by collaterals. We have not seen a material impact on our financial performance. But I want to ask, 恒生股價跌是否跟這些數字 不良貸款比率真的有這麼大關係? 此其一, 其實不良貸款比率是5%多。 那當然這個不良貸款比率呢, 如果接下來的4C的環境呢, 是再差的時間呢, 應該是進一步提高的。 如果進一步提高呢, 最後不良貸款就變為壞帳啊, 或者大撥避的話呢, 那絕對是影響到它的盈利的表現的。 去年年底是2.83%。 半年內升到5.32%。 這個升幅是否算是很快? 很快啊,很快啊。 而且應該主要是地產方面。 他主要是說地產方面。 我也一直說, 他做案件做得很進取嘛。 司長也說, 我們對香港前景充滿信心, 地產行業是香港經濟重要之處嘛。 這個就是因為他上了拆船, 所以一定要逼著這麼說的啦。 難道還告訴你, 地產市道可能還有下調的空間啊? 一切好報仇嗎? 這樣就糟糕了啦。 但是他也說到, 剛才在下一章, 他說他自己的貸款在這邊那裏, 有三分之二都是有提供抵押品的。 有,一定有的。 就是你Bitch Loan其實是很少的嘛, 相對, 只不過是很散的意思而已嘛。 但是呢, 三分之二的貸款提供抵押品。 但是抵押品的價呢? 抵押品是不是等於, 假設如果做樓宇按揭, 那層樓就做抵押品? 是的, 最大應該是樓宇按揭的。 因為你說那些, 譬如說, 商業上的票據那些呢, 其實那些是有限數的而已。 所以抵押品呢, 一定是房地產的了。 而房地產的抵押品, 你計算吧, 如果去做豪宅的, 豪宅已經跌了一半了。 那你說, 是不是已經觸及到紅線呢? 你很多的樓, 就是中下價樓, 如果是以高位來計算呢, 也都跌了三成一半了。 有些低下價的樓, 就好些了。 所以呢, 其實這個問題呢, 就是說, 這些抵押品的價格, 如果保持住呢, 還可以保持到, 就是說, 他的資本充足比率啊, 各方面呢, 都還撐得住。 但是, 如果再跌價的話呢, 問題就很大了。 啊, 我突然間這樣說, 我想起那時候呢, 在金融海嘯呢, 那些NBS啊, CDS啊, 那些都有抵押品的, 還有三條A的。 抵押品其實都不是那麼穩陣的。 其實是不穩陣的, 只是好過沒有的意思而已嘛。 但是NBS那些呢, 就是另計啦,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的樓市爆了煲嘛。 那麼NBS是 因為有抵押品而衍生出來的衍生工具而已嘛。 那變成呢, 價值那一步, 因為 譬如說, 真的斷工啊, 聖啊那些, 因為一直靠工款來維持現金樓, 而 運行這個這樣的產品的嘛。 那如果 斷了現金樓的 我收了一層樓, 但是又賣不出的 那就斷了啦, 資金鏈 那麼 價值就一直不斷跌啦。 現在 恆生面對的情況都是的。 好啊, 你又有抵押品, 但是OK, 我當斷工, 你收了 抵押品回來, 即是變銀主盤。 變銀主盤了, 那你怎麼套現呢? 銀主盤。 賣不到啊, 便宜一點就買的啦, 再便宜一點就不夠蓋的啦, 那這條數, 那就追那個債主破產啦, 追到他破產啦, 追到他破產啦, 但始終都收不到錢啦, 始終都。 所以問題就是, 重點就是這裏啦, 如果他根捉 金管局的指引, 按揭乘數, 做到多少, 那當然就 問題都還未大。 所以來到這個時候, 他說對本行財務表現影響不大的話呢, 這件事是穩定軍心的, 穩定軍心的, 肯定是大的啦。 到底有多大呢? 不如看一下PowerPoint裡面有多大啦, 根據他對投資者看, 他是有大概香港的商業地產風險的窗口, 大概就是這個房地產組合呢, 是有1400億在香港, 那麼佔他整條大數呢, 就是大概是16個百分之而已, 那麼內地房地產呢, 就是China CRE那裏3個百分之呢, 就是等於大概280億, 是, 就是現在 那些非房地產收的那個數就應該不用, 那八成幾不用怕了啦, 現在最主要怕那16個百分之, 香港啦, 內地那裏就應該就差不多到底啦, 是不是? 差不多啦, 而且呢, 始終那個比例呢, 他真的不算多的, 這裏都還好, 如果內地呢, 仍然是很大比例呢, 那就大獲了啦, 大領落的啦, 大領落的啦, 那他都說到自己呢, 平均他說那個LTV呢, 就是說有抵押那件事呢, 他都是借五成給人而已, sup standard, 即是那些次級那些, 跟著呢, 就是那些是impaired exposure, 即是impaired exposure的average, 都有六成, 就是六成的, 金管局就好像, 是不是七成的? 這個不像, 沒有記錯七成的, 他說這些就是, 如果是impaired的那些應該是接近, 即是未出事, 但很危險的那些, 都是抵押品都有六成的, 是, 那麼到底, 這個, 即是過往那六個月還穩定啦, 他說, 但是未來那六個月, 如果那樓市繼續再跌的話, 那這塊東西就開始越來越危險, 即是抵押品的那個價格, 如果再跌的話呢, 那就是有機會所謂觸及紅線的了, 所以不是的, 為什麼銀行不會call loan呢? 當跌到這樣的環境的時候, 銀行自己都不行的時候, 他一定會call loan的, 是不是呢? 還有call就一定要call到那些, 有機會call到那些call先的, 不接電話的那些, 可以嗎? 譬如說公務員、教師等那些穩定收入的, 就一定call你先的, 是, 那怎麼會不call loan呢? 銀行, 你說如果再跌的時間, 銀行自己都不行的, 那你死定去死定吧, 是不是? 所以當時的辣椒, 其實希望保障銀行, 不要借那麼多錢, 尤其是樓價瘋的時候, 賣到三四萬元一尺的時候, 你再借那麼多錢給人, 是啊, 我借六成好啊, 但是跟足指引那些六成的話, 但是現在的樓價都不止跌那麼少了, 是啊, 很多東西不是, 還有其他方法借的, 跟足指引那樣簡單, 譬如說, 很簡單而已, 其實跟大陸的影子銀行一樣, 你要財仔借, 財仔又跟著問回銀行借, 那就是變成了, 其實你的collectual, 就是不止做六成, 做七八成八九成的按揭, 你明不明白的道理啊, 就是很多這些方法去做的嘛, substandard, 如果我看回匯豐的業績, 就叫做次級的, 次級的按揭的東西, 那如果impaired, 就是在這個第二格這裡, 就是他如果用匯豐的中文, 就是用信用減值的, 你看到它是六成的, 60%的, 在深綠色的那格裡面, average LTV of substandard exposures was below 50%, 就是如果用匯豐的看完之後, 這次級的按揭的東西, 大概是50%, 就是拿到的抵押都有50%, 那如果average LTV of impaired, impaired就是有機會進行信用減值的, 就是如果我理解就是有機會, 如果那些搞不定的那些就要撥避那些, 那抵押的幅度大概是六成的, 那匯豐就沒有它那麼進取的, 匯豐的下一張給你看到比較, 就是紅色的路, 就是32億美元那裡, average LTV是55%, 就是恒生是進取過匯豐的, 那是這個次級的那些就是20億美元那些, substandard都是LFresh LTV的, 就是50%的, 這個其實也都會隨著環境而改變的, 就是你的減值或者信用的因素, 其實是會隨著環境是會有變的, 是不是等於那個抵押品, 如果再跌的話, 就可能50%變成60%了, 所以這個是Variable來的, OK, 那所以問題的存在, 其實全世界銀行都是這樣的, 所以美國的銀行也是有這個危險, 就是因為長期處於高利率環境, 就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那匯豐會不會大鑊一點呢? 因為就是看恒生那條數, 大概是1400億, 就是在香港那個房貸市場, 如果看這個Explosion, 是匯豐呢, 他這個在業績裡面那一份說, 不算大陸的了, 只是香港, 就大概是356億美金, 那是比起2023年的Fiscal Year, 即是2023年的全年, 368億是少了一點點的了, 百分比就是3%, 但是不值得銀行, 是的, 如果幻化回到美金, 就等於恒生的一倍, 如果以免來計算, 我覺得匯豐藝是比較危險的, 金額比較大, 但是如果以底來計算, 即是本身的底子, 底子, 或者做法呢, 那我就覺得, 相對地恒生就風險大一些, 即是你明示暗示, 隱喻那些東西了, 有些東西呢, 總之就是, 知道, 但是不能說了, 是的, 如果是這樣說, 銀行接下來, 為了自救的話, 他的同事都要努力點打電話去召喚了, 其實說真的, 現在已經在召喚了, 不過問題就是, 這些案件永遠都不會浮現, 因為被人召喚的東西, 不會自己說, 我被人召喚了, 銀行對我不好啊, 因為被人召喚了, 因為如果被人召喚了, 如果被人召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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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也召喚了, 就是了, 所以, 怎麼會有得公佈的呢, 但是, 知道就知道了, 但是現在會不會召喚了, 叫有錢人先呢, 普羅市民還沒有召喚了, 不是的, 普羅市民其實, 有個別的情況, 因為真的不可一概而論, 因為有些情況, 可能會被人召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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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也是, 這個辦法也是這樣做的, 有你沒有, 你先召喚了, 召喚了, 是否要行動一件事, 但是起碼來講, 嚇了你的, 那你如果, 死借爛借的, 那又能填到的, 那就可以做到事了, 但是金管局的指引, 跟香港的銀行說, 如果有定期還錢, 就不用召喚了, 那不是硬性的指引來的嘛, 不是硬性的指引來的嘛, 那銀行自己不行, 那怎麼辦呢, 你是不是要理賠一陣金管局, 不是的嘛, 那銀行自己的帳簿, 賬簿不行的時間, 他也是要叫的嘛, 那M-O, 你不要亂說, 叫洞不會是國家機密來的, 是的, 你不要又寫一些銅鞋陰字, 那樣, 叫洞怎麼會是國家機密呢, 反而是被叫洞的人, 他就覺得是他的秘密, 不想讓其他人知道他不行, 還要裝得很好, 同時, 還有呢, 叫的時間也不會大流大鼓, 那也是這樣想啦, 我銀行在叫洞了, 那難道我大大聲跟別人說, 我叫洞嗎, 第一, 這個是商業秘密, 是私隱的秘密, 第二, 也都是, 如果你叫人家洞的時間, 那其他銀行會不會相信你呢, 是不是呢, 就是你要明白, 商業社會的運作是這樣的嘛, 不是每樣東西都要拿高了肚皮給人看的嘛, 嗯, 現在銀行都是, 暫時就有苦自己知道的嘛, 是啊, 不是怎樣啊, 嗯, 是啊, 那些州, 你究竟2342打個問號是什麽意思呢, 我想問一下你, 你是什麽意思呢, 啊, 就是, 是, 你再是這樣打個問號, 已經是你出了兩三次了, 再來我覺得應該可以博一下它, 這些, 其實都差不多要博的了, 是啊, 真的, 啊, 你想怎麽樣, 什麽意思呢, 我都不是很明白, 不停, 我都已經當時運高見不到, 不再說了, 免責聲明, RECA Finance 竭力提供準確資訊, 為不保證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定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概不負責, 同時RECA Finance 所提供之投資分析技巧與建議, 只可作為參考之用, 並不構成要約、招攬、 邀請、有史、 任何不倫種類或形式之新術, 或定立任何建議及推薦, 讀者募請運用個人獨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資決定, 如因相關建議招致損失, 蓋與RECA Finance主持、嘉賓、編輯及記者無關。 同時, RECA Finance所有節目或資訊, 相關內容屬作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RECA Finance立場。 作詞・作曲・編輯